新周刊报道 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里 对于蠢笨的忍耐力也相对的降低 疑于是一种属于当代人的症候 症候正敲言流行就是厌蠢症 我这里还读过厌女症 其实厌女症像这种书要警惕 叫问题殖民 这都是问题殖民 问题殖民可以借鉴秦惠秦老师的那些个解释了 就是不是你的问题 错误的当成自己的问题 被殖民了 被入侵了 这是一个有点拧巴的词语 有点刻薄 直指他者的愚蠢 但同时使用者又努力综合这种刻薄 把它描绘成一种病症 各打五十大板的挖苦自己 抱一思 我有厌蠢症 完了完了厌蠢症爆发了 对蠢的药物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造句上看 它的使用频率很高 大部分使用者更喜欢让自己作为主语 别人犯蠢 我无奈常见的语境 于是厌蠢症每一次出现都是一种 欲扬厚意的脚势 无论怎么样把它都调侃成为一种疾病 都不能掩盖背后浓浓的傲慢和尖刻 蠢的主人不但限于客服 同事 甚至连一起拼车 一起挤地铁的路人 他们磨损了效益 使事情往往推进的速度被拖慢 拖了当事人的后腿 又拔了当事人一脚 于是无名火升级成厌蠢症 这种吸理路径在强调 事儿必须得办成的功效 社会里似乎很正常 谁都是齿轮 凭什么有一个齿轮卡住了 耽误了所有人的机器 当公寄主体不能再继续工作时 抑郁症在这个时候就爆发 而当主体性转移到他人身上时 爆发继续 从对内的厌蠢 转向对外的厌蠢 并且后者容易得多了 我们可以在这种社会上 正侯群正宗解读出 喜多的意味 自我中心主义 极度的功利主义趋向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的稀薄等等 但无论如何 厌蠢结果是肯定的 就是将情绪暴力 无处不在 淹没所有人 毕竟此刻的烟蠢症 下一秒就会成为别人的蠢人 中国新闻周刊这篇文章 要说是什么意思呢 要说了意思啊 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在这个烟蠢症 就是他批评烟蠢症 说他不好 带来一种社会不好的效应 他这种批评 我认为是不好 不好上加更不好 也没办法展开说 这个好多的问题 没办法展开 没办法展开这些个问题啊 就是 这个蠢 比如说这个阿甘吧 阿甘正传这部电影 我挺喜欢的 阿甘这个人蠢不蠢 阿甘这个人呢 他是一种啊 智商上就是这个 好像先天上智商有问题 不识数有点那个意思 二傻子 但是那部电影里呢 把这个阿甘啊 描写成啊 傻人有傻福 就是你越聪明吧 你越斗拳子 你越走人生弯路 还不如阿甘了 阿甘这个人是什么 从不迟疑的 坚信善良 你说这个 是不是一种蠢 另外一种愚蠢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种 一种人格分裂 就是自己和自己 都不知道是谁和谁 这个都已经不是一个 愚蠢的问题了 第三个呢 人有权利愚蠢 人也有权利 指责别人愚蠢 人更有权利啊 这个 只指责自己愚蠢 不指责别人愚蠢 很多可以这个 讨论的点吧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媒体 其实是我们大县 出钱养他的了 他指责呢 有人 厌蠢 就是讨厌别人的愚蠢 让别人 这个 别蠢了 他说这一群人呢 是功利主义 是利己主义 是自我中心主义 这种指责 我甚至有点接受 个人的厌唇 虽然我反对这个东西 但我只好尊重这个东西 但是像这个新周刊 他来 在指责大众 有什么 这个功利 有什么 这个 这个危害 是那个个人的 那个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 反对他的意思了 是吧 我觉得要取消他 来我给你的钱 给我 你别再办报纸了 是吧 你们这帮蠢货 人家有权利 就自己坐在家里 想 是吧 或者坐在家里 自己和自己说 别有多蠢 有多蠢 但是你这些个家伙们 拿了我的钱 在这里 直手花脚的 我就不开心 是吧 你拿你自己的钱 去直手花脚 最后 最后有一条 是吧 那就是这个 保护这个信仰 什么什么 保护言论 什么什么 就 比较好的多了 大家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些小编们 都非常坏 非常坏的 比那个 有厌纯症的人 还坏 终极上说 哲学 哲学人们说 一切的优越感 都是这个 害人害己的 只要你产生优越感 厌纯症 就是一种优越感 就会被伤害 但人 怎么能不愚蠢呢 说吧 你说人不愚蠢 就如苏格拉底 怎么能不无知呢 就说这么多吧